由美国B1B轰炸机领衔带领美军F-16南韩空军F-35A以及F-15K 以大验队形编排飞行进行联合空中军演回应北韩的飞弹威胁 同一时间美国也派出B1B轰炸机与日本进行空中联合演训 美日韩三方联合军事行动果然热毛北韩 北韩在周一上午再度朝日本海发射多枚弹道飞弹以及多管火箭 这是北韩今年第三次试射更距离上一次不到三天 近期传出遭到冷落的金正恩包美金语症像每日韩行那呛下 当中北韩两枚弹道飞弹飞行距离分别为337公里以及395公里 从飞弹发射的北韩速船来看这个假想目标的距离不是靠近南韩青州空军基地 就是涵盖了群山美军基地为何意味相当浓厚 事实上北韩在这一次突袭式威胁之前就先公布了火星15型洲际弹道飞弹的实摄影像 同时也公布金正恩以及女儿金主爱一同观看球赛的画面 还没注意到金正恩所乘坐的防弹车是来自德国汽车大厂 保镖座车则是日系的SUV 西方对北韩的制裁看来用在金氏皇朝身上丝毫不管用 不过面对北韩的威胁 美韩将在22号与美国花府进行桌上扩张抑制手段运用演习 并在3月进行长达11天的自由支顿演训 演训中中断5年的美韩三大军演之一 要因及机动训练将恢复 在美韩不间断演习之下 北韩是否会有更激烈的军事回应 也让朝鲜半岛局势见得更加诡决难测 东西新闻国人云正报道